华林修立江三站溪上游 7号下午2点左右 发生溺水意外 新竹35岁关系男子前来游玩 不愿遭湍急水流冲下深潭 导致溺水 外来现消防局接获民众报案之后 赶紧派员前来抢救 到达现场时 关系男子一度没有生命迹象 经过消防人员及救护人员 一路CPR不断抢救 关系男子已经恢复生命迹象 但仍在加护病房持续观察 已经恢复呼吸心跳 恢复自主呼吸 但是因为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缺氧 目前意识不清楚 现在因为生命状况非常的不稳定 现在在加护病房观察 等待后续的处置 由于山区天气不稳定 可能会出现瞬间雨势 造成溪水暴涨 提醒民众若要前往西边溪水 务必多加小心 记者综合报道